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不太乖学堂节目主持人郑同聊 台湾的体制外实验教育 过去二十几年蓬勃发展 其中一个最大宗就是华德福 那宜兰慈兴的华德福 目前为止是台湾最大 也是创世最久的学校 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两个家长 陈俊安还有张文宜来谈谈他们的经验 在这里你可以快乐学习 在这里你可以勇敢逐梦 请听 我的天空 我的学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不太乖学堂节目主持人郑同聊 今天我们很开心 邀请到两位 孩子在宜兰的慈兴华德福就读的家长 特别从宜兰赶过来 那一位是陈俊安先生 是的 那一位是张文宜女士 大家好 俊安兄跟文宜 你们两位能不能先谈一谈 你们孩子跟慈兴的关系 这个孩子在这边念多久啦 有几个孩子就读 OK 好 大家好 我是俊安 我的孩子今年已经念九年级了 那我孩子是从幼儿园 小班就进了 所以超过十年了 对超过十年了 已经蛮久了 那好 那文宜这边 大家好 我是文宜 我的小孩现在是二年级 我也是让他从小学 不是 从那个幼儿园 小班就开始进来了 好 所以你们很小 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决定让他们念华德福 对 因为都从幼儿园就开始 对 那谈一谈为什么 其实应该回想到我自己小时候 因为我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 我本身就在宜兰长大 那那时候我就看到 我也有一阵子在台北打拼 孩子其实在台北出生的 那当他要入学的时候 我就发现台北生活的蛮辛苦的 蛮辛苦 尤其是孩子在就学那种竞争 其实我自己本身并不是很喜欢 那我就回到故乡去找 我以前的快乐的方式 然后就认识了慈欣 慈欣有什么快乐的 因为我看到孩子 严格说起来就是 每天都几乎都是在玩当中去成长的 这一点是跟我小时候其实还有点 有点像 是 对 运起来蛮天堂的 天堂嘛 还可以玩还可以成长 对对 其实很多 我发现我后来有很多东西都是 因为过去曾经玩过 才知道那个东西 不是只是在 课业上的 的一个看到的东西而成长 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这个 好 那文妮你为什么把孩子送到 其实小朋友幼幼班就已经是念华德福 是在台北的光木幼儿园 然后呢 为什么会想要送到慈欣 是因为 他每次到了那个 就是自由时间可以去公园玩的时候啊 他就一直看着窗外 就在等 他想要出去玩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带你去慈欣看看好了 然后他去慈欣的时候 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自在 然后玩了一个多小时 我也都完全忘记我的存在 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说 妈妈以后我要念这里 我好喜欢这里 然后我就可以从他的眼神当中 去感受到他跟这边的连结 是 孩子的直觉是非常的真切 他很单纯 他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装饰 是非常诚实的告诉我这件事情 然后刚好我本身也非常喜欢宜兰 然后每次过雪睡的时候 我觉得宜兰有一种氛围 会让我觉得像母亲一样 在那种温暖在拥抱 所以你算教育移民 应该是吧 应该是 有多少就你认识的 宜兰瓷心的家长家庭 是从台北或者外地移民过来的 其实蛮多的 一半以上都是从外地移民过来的 一半 对 俊安兄弟 我们班相对比较少 早期比较少 对早期比较少 那你说我是外地移民 我也不算 我只是回故乡而已 回故乡 那我们班大概有大概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是属于 但是也不一定全然都是从外地的 有些是从宜兰非慈兴的学区进去的 对 我们在地的人比较多 比较高年级的在地的比较多 对 早期他只是学区进来 对 所以教育移民 在宜兰 其实之前我们也常在谈 台北市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 哎呀 怎么 台北市的资源最好 结果 却是教育移民 外移人口最多的 嗯 那你们谈一谈 孩子去那边之后 什么 在学习上面觉得有什么 嗯 让你觉得特别开心 放心的 孩子 其实我当初要要搬回宜兰时候 哎 我弟弟曾经质疑过我一件事 他说 人家都希望把孩子带往城市 你怎么会把从城市又又把孩子带回乡下 嗯 他给我一句话 他说你不怕他将来跟不上 嗯 这一句话 其实这句话大概是 很经典 所有的家长都 对对 很经典 那我也不晓得 就是神来一笔回他一句话 我们也从来没跟上过 嗯 那为什么一定要孩子跟上 到底要跟上谁 嗯 嘿 我是给他这样回答 他突然间愣了一下 想一想就点点头 嗯 嘿 这个有意思 那你所谓 你你你认知到的 他所谓跟上 跟上是跟上什么 嗯 也许就是所谓的大环境吧 考试啦 哦 然后成绩啦 嗯 是不是念到好的高中 好的大学啦 那将来会不会因为 没有念到好的大学 失去了竞争力啦 等等这些 应该是这样子的思维吧 嗯 通常跟不上 都会令人焦虑 难道你不焦虑吗 哎 我觉得跟不上是 看什么东西跟不上 啊 所以你对于所谓跟不跟得上 有另外的定义 对对对对 我的思维 我的思维是在于说 其实因为我们这 我们的成长过程来讲 一直都 所谓的跟不跟上 跟不上造成了 我们自己 都有一些 痛苦的地方 嗯 但是我不希望 我的孩子有这样子的痛苦 因为他可能在某方面 其实是有他的专长 但也许在考试方面 或者在念书方面 他并不一定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应该给他去发掘 他自己的东西 嗯 而不是只是单纯 叫他念书考试 嗯 对 嗯 那现在孩子九年级 对九年级 九年级 其实我发现他在某一方面的 在这个学校之后 他有某一方面的 所谓所谓的天赋 有被察觉出来 哦 比如说 比如说他对音乐 他对音乐 我发现他对音乐是很 很 我说你怎么看懂五线谱 他说啊就老师讲过了 然后他就自己会哼啊 自己会会会会 然后有一次他在哼一首歌 我说你怎么懂这个东西 你怎么听过 嗯 我去游泳的时候就听到这一首 然后他回家就哼给我听 嗯 我觉得他对这方面可能就 但如果这个在考试上来讲的话 大概就 嗯 可能就没救了 对 对 然后他在自己的属于运动 因为我孩子在慈心之后 他有开帆船 嗯 好 那他开帆船 我就发现他在帆船的这个节奏上面 跟认知上面 他的体验能力其实是蛮强的 嗯 那我就觉得说 哎 他在这方面的觉知是比考试念书是来得好的 嗯 那我就鼓励他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嗯 大概是这样子 文宁你的孩子小二 对 小学二年 有没有跟不跟得上的焦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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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孩子 呃 你希望他以后变成怎么样的人 跟送到慈心有连在一起的想吗 我希望他做自己就好了 嗯 那你觉得在慈心里看到有什么样的做法是让孩子做自己 其实蛮多的 嗯 呃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就是有一天他回家跟我分享 呃 音乐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在唱歌唱唱唱唱唱唱唱 然后我就需要有一个那个稿子或者是谱 然后我要看嗯 然后我才知道说他的音是是是怎么在走的 就是这样学一个音乐 后来他就把我的那个把那个谱啊 嗯 他就拿拿走 他说妈妈你不用这样学 他说你仔细听 你你只要专心仔细听 你去听那个音乐 你就知道等一下要怎么唱 这么厉害 对 所以他们的学习不是用头脑 嗯 他们是用身体在学习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那回溯到我小时候学习的经验 也是我觉得发现说这种体验式的学习 跟用身体在学习 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是什么 嗯 我们太重视脑筋理性的部分 嗯 认知的部分 都忘了还有身体 而且他们非常喜欢动手做东西 嗯 非常喜欢 那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有 呃 例如说 呃 就非常多手的动作 嗯 像捏米辣啊 然后还有就是烹饪的部分 做馒头啊 做披萨啊 他们全部都要动手自己做 嗯 然后还有就是爬树 爬树对孩子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爬树你要爬到那里是 要非常耗费体力的 而且头脑跟手 它是要并用的 嗯 不然爬不到 嗯 然后再 爬上去的时候你会焦虑吗 不会啊 它也跌下来过啊 嗯 它跌下来过 对啊 我们的孩子都从树上摔下来过 都摔下来过啊 那多高的树 其实也不矮 大概有一两百公分哦 一两百公分 对 就是能够爬上去的 大概都有一百公分以上 嗯 雌星一般的家长都像你们两个一样吗 我觉得应该 大部分都是 除非是有一些 我常常开玩笑讲的 慕名而来的 嗯 但是大部分进雌星的家长 都会有基础的认知 嗯 孩子是要学习不同的方向 嗯 雌星现在选择家庭吗 要进入雌星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interview 有interview 对对对 那interview主要关切的是什么 应该是 应该是思想的问题 不应该说思想的观念的问题 观念沟通的问题 对因为这个 譬如说类似这种事情 得先沟通嘛 像种子 那 那个家长你自己要 要知道 所有的进步都不免伴随的风险 对对对 你要孩子去尝试 你要大胆一点 然后变得比较勇敢一点 嗯 就让他去 也许跌跌撞撞 对 其实在面谈的过程 我觉得 校方还蛮细心的 他们会 事先要我们填一份问卷 嗯 那包含从怀孕开始 一直到 孩子入小学之前 所有的生命经历 嗯 我们都要据细迷移的 交代清楚 对对 这好像蛮典型的 华德福式的 对 因为事实上这样子 他还 学校才会认为说 这样子 才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孩子在入学之前的成长过程 嗯 因为孩子有每个 每个孩子有不同的面向 嗯 他他里面 刚刚文怡提到的那个东西 那个那个所谓的问卷 其实非常非常的细 包括孩子是不是喝母奶 包括孩子是不是给保姆带 嗯 包括孩子他成长的过程 念什么样的幼儿园 等等等等 他都写得很清楚 嗯 跟家里跟谁住啊 什么的 对 对孩子的了解是必要的 对 只是说 家长 常常是那个 嗯 因为他不是在这个体系长大 对 真正从从小 或者是将后来长大之后 有接触过华德福教育的家长 应该很少很少 对 那你怎么样去确保说 将来这些家长是可以一起 一起办华德福教育 我想也是办学者 嗯 他们必须要考量的 您刚 两位刚说的 孩子从树上掉下来 这在一般体制内的学校是 那不敢去尝试啊 嗯 因为他们就担心出事嘛 所以你们会担心出事吗 不会耶 我觉得跟大人态度 有很很很重要的关系 掉下来如果你很紧张的话 孩子就会感受到那个氛围 然后他就会哭得很大声 然后就哭得好像 全世界都对不起他 他最可怜这样子 但是老师他就只是过去 然后把他扶起来 嗯 然后很平静的在处理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就叉叉 叉叉一叉拍一拍 然后陪他一下聊聊天 嗯 然后问他 你还好吗 嗯 他就说我现在可以了 就去玩啦 好 但是文宜我问你 现在两米 无所谓 嗯 五米呢 如果五米你会不会担心 你的你的边界在哪里 我的边我的界线在哪里 对不对 比如说他可以爬多高 掉下来 你你觉得 哎还可以 再上去 呃 我觉得这个是多层次的问题 嗯 好 学校的数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现实上 现实上就是这样而已 好 我觉得可能就是攀岩嘛 嗯 对不对 那攀岩来讲的话 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 安全的装备 嗯 嘿 所以我觉得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嗯 就一两百公分 他掉下来 嗯 应该还好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铺木屑 哦 嘿 所以这风险是评估过的 大家觉得 就是尽量在安全的系数范围之内 嗯 用这样的一个模式 去让孩子在一个 基本上安全的状态 让他勇于去尝试 嗯 能够去登高 这样子的观念 嗯 对 是体制内大概最难突破 其实 就算是在体制外的实验学校 父母偶尔也会碰到 这个边界的问题 嗯 我觉得生病的时候 最考验父母 嗯 好 生病的时候 对 好 小朋友在七岁以前啊 其实是蛮常发烧 而且是不明发烧 嗯 然后有一些家长就会很紧张 稍微稍一点点 哦 不加不睡 嗯 然后整晚就开始很很焦虑 嗯 然后急着要去找医生 找方法 但是事实上 小朋友在七岁以前 有很多的发烧 是属于成长少 嗯 嗯 他们不会把这个孩子的发烧 或者生病 归因于教育学校 你是说我们吗 嗯 嗯 我觉得我不会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 但是我不会 我会去看一下说 他去观察一下 或者说去回想一下 他前几天 嗯 的状况 嗯 因为 像我的孩子来讲的话 如果他比较焦虑 他是会发烧的 嗯 孩子是很诚实的 他如果比较焦虑 然后他觉得没有安全感 他就会发烧 嗯 嗯 那还有有一些部分 他是成长少 像有好几次 我小孩子烧到40度 那我当然也会去 带去看医生 我就是帮他做一些检查 确定他只是单纯发烧了以后 其实我是不用药 我就再带回来 嗯 让他 自己去 去适应这个发烧的状况 是 那俊甘你觉得 有没有什么让你担心的事情 孩子在宜兰 磁心这样的环境底下 其实刚开始 刚开始孩子 其实我的孩子有 有在学校 这九年来 有三次被送医院 嗯 但是都是 游玩的时候 所发生的一些 小状况 但是 这个 学校护士评估说 送医院检查看看 通常到了医院之后 发现 都没有怎么样 都没有怎么样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比方说他有一次 为了 跟同学之间 在玩的过程当中 他往后倒 嗯 就是可能有 有推挤的状态 就是大家开心 然后推挤的状态 然后他就往后倒 然后他就倒了之后 头部可能有撞到 但是是撞到 所谓的草坪 但他就跟校护讲说 他头有点晕晕的 嗯 然后我听到 校护打电话给我 我就说好 那我到医院 因为已经送去医院 一进去看 他就是看到我就哭一下 我说医生检查了没 医生说没事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 当然我太太也会担心 嗯 我后来跟他讲 这个应该在平常的学校 也都会发生的事情 不是因为他在此心发生 这样的事情 这有很多事情 其实是平常都会发生的 并不是在某一个学校 或某一个地区才会发生的 只是我们大部分 都会把它看得太重了 你把它归因于这个 他立即的学校结构 对对对 那这样子其实 我都跟我太太讲 其实有很多东西 不是只有在我们学校会发生 在其他学校 相对都会发生的 对 那像他在刚开始学帆船的时候 他也会担心啊 会害怕 在东山河上面 不知道哭了几次 你说孩子担心 对孩子 孩子自己也会担心 因为在河上面 我就 他哭了以后 我就说那你不要玩啊 你可以自己选择啊 可是他还是选择要玩 我说那选择 你就要让自己 慢慢慢慢去调试 去坚强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孩子 现在的状态 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我曾经跟朋友讲说 我们的孩子最大的特点 可能应该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从小到大的 整个学习成长的过程 我们的孩子最大的特点 应该饿不死 饿不死 因为所有东西 都可以自己来 我们儿子小学三年级 就开始自己煮饭 就会自己去动炉火 但是我们要教他 怎么使用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就像他有一次 小时候看到 电锅的蒸汽 白白的 在那边吹 他就跟我讲 爸爸你看 我说那个很烫 不要碰 然后我就去忙我的 然后到突然间就听到哭声 因为他去碰了 然后碰了以后 我就说 爸爸不是跟你讲 那个很烫 不要碰吗 但从此以后 因为他碰过了 他就知道 其实很短的时间 也没有受伤 只是他感觉到那个痛 那我觉得 让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让孩子比较 能够知道 那个东西是危险的 就像刚刚谈到的 这种所谓的 爬树的高度的这种 我们会让孩子自己能够觉知 什么东西是安全的 那在过去我们所学到的教育 就是家长永远都是一昧的支持 这就是反对 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我们都永远不知道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为什么不可以那样 那我们只是让孩子知道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无灾无难到公清 但是实际上不可能 不可能 对 那你们两位在 慈心的家长群里面 算特殊的呢 还是你们觉得 像你们这样对待孩子 对待风险的态度 其实是蛮一般的 我们蛮一般般的 对我们 其实我们 我们大部分的家长 其实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就单从学校的 学习的帆船社团来讲 刚开始我孩子去学的时候 大概20个人左右 现在帆船社已经超过 90个人 就是很多海 很多家长 其实有相同 类似的认知 希望孩子 能够学习去冒险 我们在老一辈子来讲的话 像我的父亲 就跟我讲说 为什么要给孩子去河边 很危险 那是海 那是水 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帆船开到后来 到海上面去了 更担心了 那都是过去的 我认为他不是很 我个人认为 他不是很正确的思维 所以不是很正确的思维是 其实清净水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状态 比如说开帆船 你要下船 一定要穿救生衣 所以安全性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对 那这个以前没有教 只是告诉你 水边很危险 那我们都永远不知道 到底哪里危险 熟悉水性的人看到大海 其实是很开心的 像我从澎湖来的 我是跳下去游泳 就觉得很舒服 对 可是 没有游过海里 就算游泳池很厉害的人 一碰到大海会很慌 因为他踏不到下面 可是也只有你踏出大海 踏出游泳池 才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对 没错 所以我常常会鼓励我孩子去冒险 我说去啊 你去试试看啊 你知道状况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能力所及的 你就尽量去探处 不行了 就回来再学 因为他已经九年级了 我就会跟他提到 类似这样的状态 你自己去摸索 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 尤其是他念了 接着八年级以后 我就跟他讲说 有些东西爸爸不会一辈子陪你 那你必须要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探索 你才会知道你要什么 文宜你会鼓励你的孩子去探险吗 会一定会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它是终身学习的一部分 唯有就是自己真的去体验过 才会产生那个经验 对于我们的灵魂 还有对于我们的人生 是蛮大的养分 但是你不担心风险 风险无所不在 我没有办法担心那么多 其实真的 像我们学校 有到了高年级 有所谓的花东骑脚踏车 或者是登雪山 等等这一些 其实他还是有风险的 但是风险经过评估之后 就会有一些调整 比如说去年我们去爬雪山 跟孩子去爬雪山的时候 其实就小朋友会有高山的症状 但是他就 我们就鼓励他不要去攻顶 因为攻顶可能会让他更不舒服 甚至于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他就会停留在山庄等待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就是互相照应 我觉得让孩子有这样子的观念 所以他们班的 每一个同学的感情都很好 因为都是互相照应过来的 你们两位从小就不担心风险吗 我担心啊 我超担心啊 你是说 你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当然很担心我自己 那为什么你现在 你的宝贝孩子 你还可以承担那样的压力 我就是因为担心风险 所以希望他能够去接受挫折 他才知道界限在哪里 他如果没有被水烫过 他不知道原来 这样是会被烫到的 所以你处理担心的方式 去面对他 而不是把所有的环境 变得很安全 引号 安全安全 这是不可能的单纯 这是不可能的单纯 不可能 但是这就是我们社会在做 我们整个社会就是 在做这样的事情 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去尝试 他才知道说 他界限在哪里 他才知道说 他的能力可以被提升到哪里 然后呢 他还可以再 再怎么做 然后他可以再进步 然后他可以去探索 那俊安 我觉得 你说很的 不担心风险吗 我其实真正不担心风险 是到念书以后 就是来台北念书以后 我就 因为我发现 我自己有些欠缺 所以我就开始去学 因为我是宜兰人 所以其实刚开始 到台北来的时候 讲话 讲国语 其实是 不是很标准的 我应该这样讲 因为我念书 我就开始去学 我从啵啵啵开始学起 就去学那个咬字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进步 才有办法 跟大家互相的 再多做沟通或融合 我尝试了蛮多的那种 所谓的挑战 其实我觉得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把孩子送进慈心之后 我发现自己大人成长的 我觉得感觉上好像比小孩还多 因为那个也是一种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我们也在冒险 我们把孩子送到那边 我觉得好像也在冒险 但我们随着孩子成长 我们自己也在成长 这个是很有趣的 对 非常有趣 因为一般的家长 把学校当成孩子成长的地方 其实不是 我看到文怡在那个 手指头在摇来摇去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教育 是家庭教育 我们怎么面对挫折 我们怎么去面对自身的恐惧 这个态度 你什么话都不用讲 孩子就是学到了 那学校它是辅助的 教育的责任是在父母身上 不是在学校 很多父母把他送去 就说我赶一赶好 然后五星级什么什么的 然后把小孩送去 丢给学校 然后就是希望说 孩子能够照着我的期望长大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如果我要跟孩子一起成长 我得陪孩子 但是都会区的父母 他们那么忙 怎么办 我们其实也都很忙 我所谓很忙是我们 因为我们要肩负到家庭的经济的问题 对 对这个都跑不掉 但我觉得很多家长 他 这个是我觉得 真的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就是你愿意花时间陪孩子 还是你愿意花时间 做你自己的事情 或者这些孩子 因为你的心态 如果只是把孩子丢给学校 你就会认为 那个跟你没有关系 是 像我的孩子 我举我自己的成长好了 我本来 孩子 我们学校有 有那个 路跑运动 我孩子三年级 开始有路跑运动 然后他就问我说 爸爸你要不要一起来跑 我说好啊 就跑 跑了以后我发现 哎呦不对 我怎么会喘 我就开始自己自我练习 自主练习 跑到后来现在 我已经开始在跑马拉松 而且已经跑了三四十场 然后我就开始回头 带我的孩子说 你要开帆船 要练体能 所以你要跟爸爸一起去跑 用这样的 我就发现我自己其实是成长 成长 对 我们不要被观念绑住 对 学校其实不是只有孩子 成长的地方 对 也是大人成长的地方 那文宜 似乎对于这个陪伴 有一些蛮独到的看法 能不能说一说 如果家长陪孩子成长 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家长要先照顾好 自己的需求 例如说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是最重要的 没有健康身体 是没有办法陪伴孩子的 那第二个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经济 那我觉得就是忠于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选择当一个上班族 我喜欢在事业上打拼 那我就承认这件事情 孩子会看到我们在 我们的那个瓶颈 我们在事业上打拼的那个心意 其实他心就定了 他的心就定了 我们只要诚实地面对自己 孩子也会诚实地面对我 跟爸爸妈妈的关系 可是你如果 要让经济安定 那就没时间了 很多家长认为说 他就没时间了 我觉得这个答案不会只有一个 既然我们教育都多元化 我们的事业也是多元化 现在越来越多是贪性公事 对 所以如果说我又想陪孩子 我又想赚钱的话 那的确是要花一些心力 那我相信一定是可以找出一条出路的 因为现在非常多都是walk from home 都是在家工作 也是做得非常不错 其实谈到这个部分 也是很多慈心家长的困扰 就是说 我们移民到宜兰了 那其实以我们班来讲 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 很少是上班主 几乎很少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那我既然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就 我就要很诚实的去面对他 有可能我的收入是少一半的 可是 钱少一半 代表我的品质少一半 其实是不尽然的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创意 用在生活上面 孩子会感到感受到那一份 那一份温暖 对 不过有的家庭 他确实也是 没有办法忍受 那个经济的收入 损失了一半 所以刚刚俊安的那个方式 也许就重要 就是陪伴的态度是什么 也许陪伴的时候 譬如说也许我 我不做某一些 自认为很必要的休闲 然后用那个时间去陪孩子 也是一种可能 他不一定说要 要把工作辞掉 没错 我觉得陪伴的时间多寡不是问题 而是陪伴的品质 那我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的目光 有没有交集 我有没有在听 他在跟我说什么 我觉得他要的只是那个瞬间而已 这个很重要 你能不能举一下 你们两位也许都有具体的例子 怎么样是跟孩子互动高品质的方式 我觉得吃饭时间很重要 吃饭时间 吃饭时间应该怎么做 反正大家都要吃饭 不管再忙 他会分享学校经验发生的一切事情 那我会听 吃饭时间听一听 不要开着电视在那边看 我们家没电视 很多很多 我们的家庭都没有电视 没有3C产品 没有电视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家里的电视 都先给他讲掉 那至少可以关掉 那还有别的方法 我觉得寻找共同的兴趣 其实孩子 我现在觉得 比较察觉上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 我孩子现在在做的事 我以前都没做过 我现在可以跟他一起做 我的感觉就很好 就是这种 因为也是我喜欢的 然后 所以我们常常会 全家人 包括我太太 我们就会 我们去报名一个路跑 然后就全家一起去 孩子要去比赛 我们就全家一起去 因为我现在也有 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 反正就是一直 用这样的方法 寻找共同的 的乐趣 或者是兴趣 其实也是 陪伴非常好的 因为你以前可能 比如说你可能 只打高尔夫球 孩子根本不可能 你转向 孩子喜欢这个 你去跟他 做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事情 那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陪伴的时间 所以 一个方法是 陪伴的时候 要特别专注 另外是共同培养兴趣 还有没有什么 我觉得要注意 他今天回来的深情 因为有时候 他在外面遇到了困难 他没有讲 但是他的表情 会告诉我 今天应该有些什么事情 然后可以慢慢引导他 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 那他在陈述心里话的时候 我觉得是要全身 灌注去听的 去倾听 不要批判 其实让孩子知道说 他回到家里来 是安全的 如果我们在乎的 只是成绩的话 那他回到家里来 其实他反而会担心 考试搞得好不好 几分 老师有说吗 当然现在可能没有打的问题 但是我有个年轻的朋友 他曾经问过我 说 你爸 以前你们都怎么念书 我爸回家就问 我就跟他讲 现在的父亲回家就是 吃饭没 讲苦吃饭没 好去睡 他就说 没有我爸多一句 电脑关掉 所以你们两位刚建议的 这些方式 其实我觉得很好 是因为 他不一定要在实验教育的现场 没错 所班的家庭 也可以这样对待孩子 没错 我们就不用担心 我孩子没去执行华德府 没错 其实他就是一个 只是一个 我们把我们想做的事情 真正去实行的一个学校 那我们如果回到学校这边 你们怎么样跟学校互动 在宜兰的执行这边 我觉得好像家人 我觉得我来宜兰这边 其实我比较想念执行 我们活动很多 就是跟老师 还有跟学校的家长来说 都真的很像家人 就好像回到那种 以前那种大家族 大家有那种社群的 社群的概念 那跟老师之间的互动 还有跟家长 同班同学互动 我觉得都好像 每天都住在一起的感觉 好 那到底学校做了什么 让你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学校最主要 他刚开始从 类似所谓的班亲会开始 班亲会 因为学校从一开始 进去的时候 有所谓的说明会 然后再来是入学通知 然后进到学校之后 就有班亲会 然后家长互相的联系 像我们的孩子 彼此的家长 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 因为我们会有 共同的方向 就是为了孩子 我们也一起参与 这样的概念 所以就像我们班 像过去的这些活动 比如说我们班去 花东西脚下车的时候 我们有21个家长 一起去玩 一起去玩 那种感觉就是 因为我们彼此都很熟悉 我们知道每一个家长 他的特点是什么 他能够做什么 比如说骑脚踏车 我们有一个家长 对脚踏车非常熟悉 就开始请家长来学校教孩子 怎么样修理脚踏车 万一你碰到什么 这些东西就是在课程当中 我们也会去安排 所以你觉得班亲会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那文宜这边有别的方法 我们老师非常的用心 他会利用就是下课之后的时间 然后他会开放一个时段 大概30分钟左右 每天哦 然后我们可以去登记 就是说今天是A家长 明天是B家长 然后有30分钟的时间 可以跟老师面对面 华德福还有一个好 就是他的特色 就是孩子跟老师 是一直同一个班级上去的 几乎 几乎是这样 像孩子到现在9年级 只有只换过三个老师 有换过老师 就不是他一到 等于小学阶段是一个老师 中学阶段是一个老师 然后高中阶段有一个老师 就是这三个老师 所以这种情感 也是比较能够延续 对孩子也比较清楚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有一个跟孩子 这个气场不太对的 是不是会比较辛苦 有没有这种例子 当然还是有 还是有 但是这个是要透过沟通的 我觉得沟通有时候是 就是个人的状态 我觉得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很重要 就是他们小朋友自己会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 对 他们会去帮助 主动帮助比较弱小的那个小孩 然后会鼓励他 没有关系 我们再试试看 这种氛围的创造很重要 让你们就觉得学校像一个家庭 对 另外一个重点是因为 我们学校的比较特点是 在家长会方面 家长会因为我们有各个社群 各个工作 各个小组 他会凝聚家长的一些力量 比如说我们学校有工作小 木工工作小组 就有很多男性的家长 甚至于现阶段已经开始出现 女性的家长也开始想学木工的东西了 那比方说午餐 有需要一些家长来协助 比方说我们节庆的布置 比如说我们有学校的会训 这些东西都是把一些所谓的家长 原来有的这一些能力 我们把它聚集在一起 那家长 为什么愿意这么做 不知道 我自己在午餐小组 我基本上的概念是 就是为了孩子吧 为了孩子 对 我是自己做得还蛮开心的 那像 慈性的家长 如果参加家长会需要 捐款啊什么的吗 像一般的家长会长 哎呀你如果被选上 意味着 这个年度有一些 开销呢 就会看向家长 那慈性的家长 似乎不需要做这种事 我们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对 因为家长会长 并不是因为某一些状态而产生的 而是想做事的人 所以我有朋友曾经问过 他说 我们需要家长会长 要出多少钱 我说没有要花时间 感觉听起来 很令人开心的一个地方 孩子也可以自在的活着 不担心任何的风险 那么家长在这个过程 可以积极参与 然后又学到很多东西 自己有成长 你们对于 在门外这样观望的这些家长们 有没有什么建议 分别给一点建议 我觉得大家都看到好的一面 但是也是要 我觉得在体制内跟体制外 该发生的事情 还是都会发生 该产生的挑战 还是都会 还是会产生 所以并不是 来到体制外的实验学校 就可以免疫了 该碰到还是会碰到 所以 重要是在于 大人的态度 大人态度会去影响到孩子 去面对问题的态度 其实比较重要的 就是你大人自己要想清楚 对 因为我们学校 过去我认识的 也曾经有家长 因为 因为这个 所谓的比较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 生存的就是 有很多比较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孩子 其实 二年级才开始学波波摩 然后就 人家波波摩二年级 跟ABC已经不知道 学到哪里去了 然后他就发现 当有一家人 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发现 因为可能 叔叔的小孩就会讲说 用什么给阿公阿嬷看 表演一下 表现一下 然后我们的孩子就 什么都不会 就会被比较 这种比较 其实对孩子是比较辛苦的 那我们做家长的 就是减少这种比较 陪伴 那样子其实是最好 我是不同的态度 那个阿嬷他会主动要求 你现在好好 我什么会啊 然后 然后呢 有一次阿嬷就说 你这也不好 这也不好 这也不好 然后他又回答阿嬷说 我不想学那么快 我只想要快乐长大 时间到我就会了 孩子要进入实验学校 大人其实重新反省自己 重新去学习 怎么样当一个好的父母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俊安文怡 带来慈欣华德福 跨过雪碎的 精彩的经验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